我們不會屈服於壓力 但是我們也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 維持現場是所有台灣人民 經過投票所展現出來的共同的意志 以民意當後盾 態度越來越強硬 蔡總統在前一天也接受外媒專訪 借機向大陸喊話 520的演講裡面 所有的演講的內容 其實都是做了很好的分析研判之後 在以我們本身台灣最大的共識 那麼所做出來一個最大的善意 而且最有彈性的一個立場的表達 520後兩岸關係激動 小英總統重申立場 但選在國慶文告前夕 時機敏感 在10月10號的時候 可能要動員台灣的民眾 以對抗兩邊的方式 來去強化提升他的領導力 他把他再更具體的 再把他澄清了一下 說我其實不是要對抗 是要抗拒 不過新政府始終迴避九二共識 外交困境難突破 台灣在國際空間 未來何去何從 蔡總統姿態放低 真的能解決問題嗎 記者已經跟黃天耀特別報導